国泰市华银行是在今年发生了多次的大档机事件 严重影响到客户的权益 今天是被金管会重罚了一千两百万元 金管会还要求国泰市华的总经理 每个月减薪百分之三十 为期三个月 金管会今年的四月份才刚开罚国泰市华两百万元 不过十月八号 国泰市营又再次发生了全台系统大档机 影响了一万八千笔客户交易 不止网银ATM无法领钱 客户也无法刷卡 竟然是影响到了好市多 还有全联等店家的收单结账 十二月初网银还有行动银行 再次发生了登入缓慢 档机平凡的事件 因此金管会就祭出了 对于资讯系统缺失空前的重罚一千两百万元